幼儿园小朋友来到中和区公所外 排队等着领虎年小提灯 带队的古老师表示 现在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淡 透过公所发灯笼的机会 排队领取花灯 对小小孩来说 可以说是最实用的生活体验教学 年小节快乐 现在都市小朋友都比较不了解 那种过年的气氛 所以就想说带他们来 领领提灯然后体验一下 新美市民政局特别有创意 熟成小过年的元宵节 提灯赏花灯 传统年熟不可少 中和区长赖俊达说明 今年虎年小提灯取名为金虎爷 而且是一款提灯三种造型 包括金虎爷黄虎将军黑虎将军 在民间信仰上 虎爷有庇佑孩童长大 还有虎爷咬钱来的 锦后牙的招财谐音 祝福大家 虎年发大财 黑虎将军里面 也同时是武财神做起的 所以也财引广进 然后黄虎将军是土地公做起的 所以我相信守护人民 守护地方 然后具有除煞正义 这样的防疫的象征 中和区公所为发送小提灯 现场管控排队人数也进行了防疫管制 在和病毒对抗的同时 传统年节正常过平安雄厚 记者詹仪勋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